从此你便以崇华宫之崇为姓 紫竹丰以子为名 叫做崇子 如何 我以后就叫崇子了 随我回紫竹丰 既然是凡间至尊 天命所归 不能不给面子 既然这样 你想拜入谁的座下呀 但凭天玑尊者吩咐 都教意下如何 我正好缺了一位女弟子 我就收下你吧 庙园拜见师父 起来吧 谢师父 师父 父皇要是知道 我拜在都教门下 定会宴请八方庆贺呢 司马庙园 我南华派历代镇守通天门 南华的弟子 无不以保佑众生 诸除魔族为己任 这一点 你务必要记住 他日若敢违反门规 必定言成不待 弟子谨记 你们虽 你们虽资质各异 但只要记住四个字 秦能补拙 只要日后 秦家刻苦修行 一定不会比别人差 你们且去殿外等候吧 其他南华的大弟子们 也一样要收徒 你们可以拜入他们的门下 经遵天机遵者分所和猛 慢着 没关系 那个女孩 你留下来 我南华不能收你 沐浴 速速送她下山 她不是表现得挺好的吗 就这么送走吗 是她得罪谁了吗 为什么不收我呀 刚才那位先尊不是说 秦能补什么吗 虽然我不认识什么厉害的人 但我是靠自己本身上来的 我还帮了别人 为什么不收我呀 你若修得道法 日后久必成害 什么 什么害人 我从来没有想过害人 怎么可能害人呢 修得多严 我南华不能留你 速速离开 为什么呀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你们不是说上山就可以拜师吗 你们这样不公平 我明明做得比他们都好 你们不舍我还要骂我 你们都是狗屁一仙尊 下野仙尊 你放肆 这些小哥们就没有神仙 就算有神仙 也是龙了瞎了 没血没肉的神仙 原来是他 怪不得这么熟悉 尊者息怒 其实他 住口 长辈说话 求得多嘴 五一 还等什么 带他下山 没有想到南华的仙尊也嫌弃我 既然仙门留不得我 最有地方可以留得了我 我就不信任世间 还没有容得下我的地方了 你说什么 此你执念深处 不如早日断了他修仙的念头 我说你是下野仙尊 路上 快点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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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了 尹凡 你这是 部教 这孩子口无遮拦 对诸位有所冒犯 实属不该 但请看在 他是我未来徒弟的份上 饶恕他不敬之过 未来的徒弟 你把话说清楚 谁是你的徒弟 就是他 傻孩子 崇华尊者已经开了金口 你还不快答应 做我徒弟 你可愿意 恩人哥哥 叫师父 师父 尹凡 这孩子勇敢直爽 心有巧思 我很喜欢 虽说他身上有煞气 但上山途中 我不曾见他有任何害人的心思 毫无根据去揣测他人 只能证明自己的恶意 仙门一向恪守 诸恶莫作 你说对吗 独教 今来魔族越发猖狂 这姑娘万一乱跑真出了事 反倒成了我们的罪过 不过我倒是觉得 我们可以相信因凡 只要有他在 想来这姑娘留在南华 也并非不可呀 好 那就让他败入我的门下 由我亲自教导 崇华尊者都已经开口 说我为徒了 岂有改口的道理 况且 我心里只认他一个师父 别人就算跪下来求我 我也是一百个不愿意的 你 你看看 你看看 半点规矩没有 我堂堂的南华独角 竟被他如此地轻蔓 看来以后 他也是一个不服管的 不妨 这脾气倒是对我的胃口 从今以后 他就是我唯一的徒弟 殷凡 独教 独教 独教你已经收了司马庙园 还是由殷凡收了他 更为合适 那就由天机尊者安排吧 还不快行拜师礼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从小爹娘就死了 还没来得及给我取名字 我只知道我姓虫 大家都叫我小虫子 小虫子 虫子 风漆红烧药 与虫子徘徊 倒是个雅致的名字 虫华宫子竹风 更见你我有缘 从此你便以 虫华宫之虫为姓 子竹风以子为名 叫做虫子 如何 虫子 虫子 听着好像都差不多 但是师父改完了之后 好像立马就不一样了 师父真厉害 多姓师父 我以后就叫虫子了 我姓骆 盈音凡 好虫华 你既拜在我门下 须恪守门规 以天下苍生为念 不得做出违逆之事 虫子一定听师父的话 若是做了惹师父不高兴的事 师父尽管打虫子吧 起来吧 随我回子竹风 我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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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吓死了